崔佩怡独自狠枪孙安佐惹闹迪英。二子羌生来美国试看看预告下场会很惨。 台湾演艺圈大子迪英,他和孙鹏的儿子孙安佐,日前因为涉嫌扬言在美国扫射校园警方逮捕,父母两人紧急暂停工作,飞往美国希望可以抢救儿子。 事件爆发后,很多新二代都被拿出来和他做比较,像颓志源的学伴崔佩怡的混血儿,熟料日前崔佩怡的儿子落井下石,引起不少网友讨论,也因此让狄鹰杠上他。 孙安佐事件燃烧数日,近期又传出有新进展,警方搜出不少军火,让台湾民众相当吃惊,日前崔佩怡的儿子贝克宇在脸书上批欧文,我不会成为第二个他。 被指示在枪声孙安佐,虽然有不少网友支持他,却也有民众认为,在这个时候选择落井下石太不厚道,也让他妈妈亲自出面道歉,没想到竟惹怒迪迦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崔佩怡儿子日前在脸书发文贴出后,引发网友两极评价,他在消息传出后,出面澄清,说自己事先不知道孩子PO出这篇, 加上自己也曾说过一个月花四万请家交,表示自己不该落井下石,我是真心的希望迪英孙鹏渡过难关,也表示会自己好好教孩子,没想到迪英的儿子迪梅听了气炸了。 据自由时报报道,前几天还在镜头前声泪俱下,希望大家相信孙安佐,迪英的姐姐迪梅,听到崔佩怡一番道歉后却更火。 他认为对方太过纵容儿子,我家安佐在台湾也从来不会在网路上说别人的不是,批评过人家,乃以为乃很会教孩子吗?并要他儿子去美国也这样说话,我会眼睁睁看乃门的下场。 迪梅怒气未消,表示迪英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气炸,所以他要替妹妹讨公道,直呼,乃应该要跟她说,儿子啊,你怎么会这样子讲,那不关我们的事。 要求崔佩怡立刻向他们姊妹道歉。 不过据苹果日报报道,崔佩怡听到消息后表示,我已经说过对不起,而且我也出来澄清过这件事情,我不想再多说了。 迪梅怒枪催佩怡的事情爆发后,引起网友两极评价,就有网友表示,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这样在网路上落井下石,加油,孙安佐你可以撑过去的。 大家都是这样,过街老鼠人一人喊打,你们一定要撑下去,不过也有网友认为,人家儿子说不想像他一样乱开玩笑,哪边讲错了。 崔佩怡根本不用道歉,你儿子没错,也有网友缓甲,人家已经道过歉了,得饶人处解饶人吧。 对于迪梅暴怒,崔佩怡道歉,大家怎么看呢?留言让小编知道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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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